秀出手掌上伤痕 华同学打工时被美工刀割伤 让他就此留下疤痕 而今年生大二的Casey 在通信软体中找打工 却沦为诈骗集团人头 赤上官司 还有郑同学在疫情期间 应征陪小孩玩的姐姐 却被雇主以为通过试用期 为由时薪只有100元 就是那天就是人特别多 然后我帮忙施胶膜的时候 我就也有点心急 然后就美工刀就有点割到手 血就越流越多 然后止不住 然后就发现伤口有点深 然后就送银 然后就缝三针这样 我认识的朋友 然后跟我介绍一个 需要就是只要去超商帮忙 缴代码的费用 然后跟帮他们转账 这样一笔就可以赚50元 过没多久就被警察通知说 我的账户被冻结了 然后后来才知道我的账户被当作诈骗集团的人头户 然后所以因此也吃上官司 然后目前在地检室 多数学生遇到不合理对待时 都选择忍气吞声 根据一一一人力银行调查 甚至高达七成自认倒霉 只有不到两成会向主管及公司反应 因为这些打工族群 他们相对过去比较没有类似的社会经验 所以他们可能会以为说 不要你缴交证件 或是不要你签约就不会构成诈骗 但其实现在诈骗的方式有很多 学生找工作时 可以透过正规合法的管道 避免误入求职陷阱 动动手指转发起来 点点滑鼠按赞起来 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